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革命 大学滞走 人物与思潮 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在北京学生 外国民主运动 亦是疑风逆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 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 兼容并包的时代 港共政权教育当局 揣摩北京意志 最近已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 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堂 配合中共的权统治 顺化劳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 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 配上中文字幕 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四 晚上七点钟 在MyRadio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各位新知狗语收听、收睇和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观看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旭敏踩場》 今天是2023年4月10日, 香港復活節假期 最後一天, 星期一, 晚上10時01分 今天沒有講香港的, 因為47人案又沒有審 關於播錯歌事件已經過了幾天 我們留在其他適當場, 再講講香港沒有什麼新聞 今天當然要講軍演, 共軍, 擾台軍演 這個擾可以用環擾的擾, 又可以用騷擾的擾 如果是一個軍事行動, 一個軍事演習, 就是用環擾的擾 在政治上來說, 這個就是騷擾的擾, 只是騷擾而已 但是這種騷擾帶有武力恐嚇的意味 這個武力恐嚇的意味就非常明顯了 但是我們也挺擔心的, 老實說 雖然整天都是喊打喊殺, 你當他是紫老虎 但是這次這個軍演, 這個擾台軍演, 就是三天 比上一次去年, 這個佩洛西訪台 接著那一次軍演, 就是五天 如果你兩次比較之下, 看到他這次明顯是相對比較克制的 當然那個說詞也是一樣的, 對這些外部勢力和倒來的分裂勢力的勾結, 抗議反對 那你用什麼來反對呢? 除了口頭上之外, 你也有些行動的 但是這次和上一次比的規模相對來說是小很多的 但是飛機, 就是軍機飛越中線, 共機飛越中線呢 飛越這個海峽中線是很多次的 這次也有前前後後, 大家可以有些數據的 七十幾次應該有 由四月九號六點鐘到四月十號的六點為止 就是這個中華民國的國軍總共就精獲共機七十架次 逾越海峽中線和新延線進入西蘭的東南空域 有三十五架次, OK? 即是, 共機七十架次逾越海峽中線 以及他的延伸線進入西蘭和東南空域有三十五架次, OK? 然後出的戰艦就有十一首次 不代表是十一首, 可能有些去過兩次, 有些三次 他就算次數, 次數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實整個軍演, 那個代號叫做聯合利劍 這個聯合利劍的演習是一連三天的 由四月八號至十號 即是, 蔡英文一回台灣他們就來了 其實這也是意料中事來的 我們看看中國官方的報道 中國央視網,即是中央電視台的央視網 就說解放軍東部戰區 今天宣佈八日至十日 將會在台灣海峽和台灣北部南部 台灣二東海空域組織環台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掩襲 這個警巡上次已經說過了, 你明白嗎? 就是之前已經預告會有一個海巡 派一些艦隊在周邊的海域 在那裡巡 那個武力威脅的意味是沒有那麼重的 那就是飛機飛越海峽中線這個就嚴重了, 老實說 因為呢 飛越海峽中線, 你最多就是國防部 用播音拘離他, 最多就是這樣 你不會打他下來的, 嚴格上 打仗的時候, 這些就要打他下來的 你不打他下來, 他會放炸彈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準軍事行動來的 但是我們會做一個比較的 或者找回資料上一次和今次的比較 當然他的說法就是 堅決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 外來干涉和謀就是美國 或者說一些 誰就台海的問題, 說三道四那些 都是外來的干預因素 OK 那這些所謂外來, 這些所謂外力 那當然主要就是主要美國 你說他也沒有用, 他一樣是繼續說的 他不會因為你這樣說了, 他就不說 他一樣繼續說的 所以你這次共軍擾台演習三天 用來回應蔡英文過境美國 上次是回應貝洛西訪台 這次是回應蔡英文過境美國 見麥卡錫 上次做到這麼大規模準軍事行動 那個軍演是環繞整個台灣島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图 這兩個圖的比較 是窄很遠的 上一次真的你看 在瑩克莫的左邊 就是上一次那個 2022年的八月擾台軍演 環繞台灣島 到處 和現在的距離相對來說是比較遠的 這個是這幾天的軍演 但是美國和歐盟都相繼發表聲明 講兩件事 一個是呼籲北京克制 和反對用武力去改變台海現狀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4月8日以背景說明方式 回應說美國持續敦促北京克制 而且不要改變現狀 美國自信在台海有足夠能力 可以確保和平與穩定 並且履行美國的國家安全責任 之前在蔡英文訪問過境美國的時候 也有些參議員說 我們國會會支持出兵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會出兵的 後來又改了口風 如果美國人民同意 我們才做 現在大家都在出口信 不但美國和歐盟都發聲 歐盟的說法和美國的說法都是一樣的 都是要敦促北京克制 歐盟的對外事務部發言人馬斯拉里說 針對中共人民解放軍在台海附近密集從事軍事活動 如越海峽中線 和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等行為 歐盟深表擔憂 歐盟反對任何未經雙方同意或者武力變更現狀的行為 我們今天說共軍擾台軍演 西方社會的反應 其實那是一個制式反應 都是說這些事情 事實上他們是很關心台海的形勢 在去年到現在 大家都看到 這種軍事威嚇已經很多次了 但是我們也在另一方面留意到 台灣 我上次好像也有說過 台灣人好像當作沒有東西 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 香港不能回家 香港現在淪陷了香港不能回家的人 就在那裡害怕 我現在用回我的角度 我們在那裡害怕 他現在是很害怕的 他不害怕的原因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他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那他就不害怕 但是我們害怕 我們害怕 我現在是害怕的 但是你現在的問題是不害怕 所以大家不同的處境 不同的經驗 你就會有不同的判斷 你明白嗎 心理狀態也不一樣的 香港搞得這麼厲害 你簡直擺明是極權統治 黨國體制 你台灣口口聲就說 我們不接受一國兩制 你看香港 香港變了匪區 現在共匪正式統治香港 香港是極權統治 台灣一定不會的 他意思就是這樣 他對香港不用民工武嚇的 香港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 蔡元禁匾是任他的 完全在主觀意願之下 他想怎樣就怎樣 來到習近平 就開始射了這個人 然後就亂來 將香港變成這樣 還有香港人是很現實的 你看現在政商 文化教育各界 全部按照新的遊戲規則 來做事 做人做事都按照現在 這個新的遊戲規則 你明白嗎 當時還有一些空間 可以說民主自由的時候 他們覺得比誰都大聲 現在是死狗一樣 全部都不但死狗 死狗的意思是 對民主自由 法治那種堅持 現在變成了死狗 但是對於這個政權 那些道行逆思的配合 他就非常積極 變成這樣了 這個就是香港人 我講的就是這些有頭有面的人 或者有影響力的人 有權的人 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是不是 那當然 就是 他們自己 心裏也有另一套 可能是 或者 他自己 對他的家人 或者對他的事業 那個安排 那他都 他那把口很公順 實際上 他在做很多 準備腳腳的事情 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你說他聰明就行 你是困惑仔 是不是 典型香港仔就是這樣 功利 功能思考 功能思考 什麼都是 行不行 不行就不要硬來 就這樣 老爸教兒子也是這樣 行才好 不行就不要硬來 是不是 喂 做人沒有幻想 沒有理想 那社會哪有進步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在香港 幾十年 看著香港那個 那個變化 變成好像今天現在這樣的環境 那你現在不替台灣人害怕 老實說 他對香港 共產黨不用民工武嚇 他這裡 不僅民工武嚇 加上這裡有很多人 基本上就會跟他配合 無論他是自覺 不自覺 他都會跟他配合 有一些是自覺的 OK 我不喜歡說陰謀論的 我只是看那些契弟說話 在電視電台上說話 或者寫文章 是不是 根據我們的經驗 我就告訴你 這一種是自覺性 就是親中的 是不是 還有為共產黨 塗脂抹粉的 是不是 你只是看那些節目就可以 那些什麼 蔡正元 唐雙龍 陳鳳興 是不是 甚至趙少康 都有一點點的傾向 但是他就 稍微 那些 你們這些契弟 在這些節目裡 有罵過共產黨 沒有的 甚至綠色的台 都不罵共產黨的 你明白嗎 你不要以為他反共 他不是反共 他那種是 反國民黨 說國民黨親共 這樣 你明白嗎 他不是自己去反共 你共產黨極權 他不會說這些 你明白嗎 我在這裡幾年 我只是看這些契弟 兩邊的契弟 我看完他們的節目 是不是 那現在 以後我不用看 跟著因為發生什麼事 他講的 我知道他會講什麼 那我就不會看 是不是 那我現在這兩年 我摸清他 誰打誰 是吧 那個整個言論的取向 大哥 我們錄了幾十年 我們做傳媒了幾十年 你到尾 我們寫評論文章 寫了幾十年 你的契弟一開口 是不是 那個前提是什麼 跟著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什麼 我都幫你寫 還可以 所以到現在 我是不需要看他們的節目 我求知 我不用看他們的節目 我看新聞就可以了 你明白嗎 我是要一個事實 是不是 所以你看 現在好像這次 這個蔡英文 老實說 對於老百姓來說 我可以和大家說 蔡英文過境美國 和馬英九去大陸製造 猛叫中華民國 民眾的評價都是正面的 所以你的政客 真的很無人 蔡英文過境美國 馬英九回大陸製造 是不是 這裡的民眾 評價都是正面的 那你那些 想他罵馬英九那些 你又很失望 想他罵蔡英文那些 你又很失望 是不是 還有 現在這裡的人 沒有敵情觀念 沒有警覺性的 什麼叫敵情觀念 一定要當共產黨 統治這個中國為敵 才行 而這種對中國 現在在共產黨統治下 你要有敵情觀念 其實就是要保護自己 你讀孫子兵法 知己知彼 一定要這樣 你不知敵 敵情就是你要知敵 是不是 有人說 民進黨知敵 知一條毛 民進黨真的不知敵 他只是嘴巴說 說來說去都是政治套餘 喂 他也是沒有敵情觀念 他們有一種主觀的願望 甚至乎他們自己 迷惑自己 都說到相信 不用怕 有美國 頂住 是不是 全部都是這樣的 你自己本身要做事 你只是美國頂住 沒有用 你只是幫我買軍火 沒有用 是不是 目不知敵 我記得很多年前 現在說是二十多年前 我已經和一個當時 國民黨 不是 民進黨 這個 中國事務部 他不叫大陸事務部 現在他執政了 那個叫大陸事務委會 不是 他不叫大陸 叫中國 叫中國和大陸有分別 你知道嗎 叫他是大陸 即是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裡有大陸地區 這是台灣地區 然後中華民國下面有大陸地區 有台灣地區 這是馬英九最近在大陸說的 OK 其實馬英九只不過是把那部憲法 這個所謂主權治權 再說謹解而已 你明白嗎 當然 他在裡面說那些反對他的人 你不就說 你什麼共產黨遷就他 他跟共產黨有路就讓他說 你真是 共產黨跟他有路讓他說 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只可以告訴你 就是 那個是一種統戰 他不理你而已 因為你現在是 沒有公職在身的身份 是不是 他就這樣說 假假地 你也叫做 做過兩任總統 是不是 他不承認說 不是國總統都好 他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做過兩任 做過國民黨主席 是不是 沒有敵情觀念 不知敵 兩黨都是這樣 是不是 那麼 好了 對於這些軍演 就是這樣 反應就是很冷淡 是不是 我們留下一次 再詳細一點跟大家分析一下 歐盟 美國 對於 今次的軍演 這個反應 也是意料中事 他一定要說 因為現在的形勢很清楚 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法國總統 馬克龍去完 這個 這個 習近平之後 回程接受 三家 這個法國的新聞媒體 訪問的時候 說了一句話 是不是 是不是 歐洲不可以成為 美國的附庸 這個 這個 這個都可以收工 這樣做 是不是 整個政治形勢 很清楚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合縱連環之局 喂 在二千多年前 春秋戰國 已經有這些美的了 大哥 國際政治 那時候 你當它七國那麼亂 現在就等於一個 國際政治的縮影 來的 是不是 秦國最強 六個弱國 來圍著它 這個是蘇秦的說法 是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喂 你 以小 去擴大 你一定要 一些小的聯合起來 後來 又多過楚國 又很強 所以就有一句成語 叫做 朝秦暮楚 就笑咬你那些 搞 這個 連環那些人 是不是 合中 合中連環 這些所謂外交加 這些 那時候可以到處遊說 很麻煩的 是嗎 就是蘇秦那些 做了這個 稅客 後來就是六國風相 上次我們 也有講過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是嗎 秦楚兩大國對立的時代 其他的小國 就是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 偶然就視秦 偶然就視楚 所以後來他成語叫 歐洲這些法國這些就是 是嗎 美國 中國 兩強 就是等於戰國時代的秦楚 今天是視秦 明天是視楚 你想在兩邊拿著掃 是嗎 老實說 這個世界 去到這個地步 現在美中關係這種 就是 惡劣到這裏已經是兩強在這裏對峙的時候 你是一個歸邊的 老實說 那中國有什麼人歸他邊 除了北韓 這個俄國歸他邊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比喻也不是很對的 當然 如果你說 以秦楚來說 好 當時兩個最強的 那現在是 中國美國兩個最強的 假設 美國是秦 那他是坐的 我意思是這樣 那我用招秦暴坐 這個是笑 馬克龍而已 老實說 招秦暴坐 那一定會死的 這些一定會死的 休息一會